据彭博根据周一公布的全年政府数据计算,开发商收到的房地产融资在12月同比下降约19%为7年多以来的最大降幅。 12月份房屋销售价值同比下降19.6%,连续第六个月下降,而房地产投资则下降了14%。 自10月以来,至少有7家开发商违约了美元债券。 而今年中国房地产公司仍然需要偿还或在融资约990亿美元的本地和离岸债券,不到一半是未偿美元债务。 中国央行的降息几乎没有安抚投资者,周一房地产股指数下跌1.4%,碧桂园大跌于8%至近5年低点。 龙光集团股价下跌6.7%。 龙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券跌至历史最低点,因为人们猜测这家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债务可能远远多于其财务报告中显示的数字。 按合同销售额计算,该开发商是中国第二十大开发商。 该开发商否认了关于其有为披露的私募债的传闻。 龙光集团还否认了Deathwire报告中提到的称该公司为两笔贷款和两笔信用,增强票据提供8.12亿美元担保的信息。 已经脆弱的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有效地使美元债券市场对开发商关闭了融资渠道。 这使得该行业的债融资选择有限,增加了公司未能按时偿还债务的风险。 碧桂园上周努力从市场上寻找。